寿风乡立图书馆在8号正式开馆启用 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理念 整合了书香、绿意、权灵、生活化的阅读空间 让来到图书馆的乡亲们是赞叹不已 而乡长刘耀忠也希望打造乡立图书馆 成为寿风乡亲共同的书房 寿风乡立图书馆在105年 获得公共图书馆优质化计划环境改善 核定辅助450万元改善经费后 寿风乡公所自筹再追加170万元 共合计620万元的经费来进行改善 历时4年修建完成了乡立图书馆 8号上午由乡长刘耀忠 前乡长曾淑义 乡代会主席郑美乡 副主席周清南共同主持开馆仪式 刘耀忠表示 新设计的图书馆空间规划 满足了0到100岁不同年龄层的阅读需求 每一个场景角落都有阳光 希望能够成为人人都乐于情景的空间 把这个受风乡的图书馆 是在民国77年开始启用 经过了那么多年 应该比较成就了 所以我们争取经费 获得那个 往华人先生湖 一个图书馆的环境的优化 还有我们代表会的全力支持 然后我们筹筹到170万的支备款 然后总共是620万 整个的环境的改善 和书籍的充实 都都得很完整 提供我们受风乡的乡民 一个很好的 优质的 阅读的环境 希望我们乡民能够多多利用 许多乡亲对于图书馆内部的改善后 明亮空间 舒适的环境都给予高度肯定 并表示 以后都会常常来使用图书馆的新营设施 新装潢 感觉当然是都是好的 对啊 整个空间感觉让你感觉怎么样 比较悠闲自在的感觉 空空的 楼上这里都空空的嘛 以前是整个是空的 现在这样很好啦 至少 至少没有蚊子 这样空间怎么样 空间不错啊 蛮宽敞 跟之前比起来 对对对 关心过后觉得会很棒 就是对而且视野比较辽阔 之前都是那个书架 就是挤在一起嘛 现在比较宽敞的感觉 视野比较清楚 而且就是 就是感觉比较开阔 目前管设配置一楼服务台 电脑网路区 儿童阅读区等 二楼青少年阅读区 多功能教室 乡长留众希望打造图书馆 不再只是借书还书的地方 而是生活学习 交流 心灵放松的日常场域 记者刘明胜 说风箱采访报道